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风云人物宇生结弦用异曲唯美的春天来了,告别了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表演赛今天上演 第21个出场的日本选手宇生结弦再次演异其经典作品春天来了 当异曲终了,宇生结弦眼含热泪亲吻了首都体育馆的冰面 看哭了央视解说,也让屏幕前的万千观众心潮澎湃 在这块冰面上,他没能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阿克赛尔四周跳 但也留在了一段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早前接受采访时,宇生结弦曾表示自己的表演滑曲目将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歌剧魅影 八年前,他在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赛热身时与人相撞头部受伤 却依然缠着绷带咬牙完成节目 尽管在比赛过程中几次摔倒 但这段表演绝对是花滑历史上难以复制的经典 不过在表演滑前,宇生结弦还是决定更换曲目 选择唯美风格的春天来了 即使是表演赛,宇生结弦尽可能做到了最好 央视解说盛赞 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很多都落泪了 我都落泪了,用什么语言形容他,赞美他,都不为过 他的每一个音符的配合都是天衣无缝,和姿态在一起完美融合 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丹比赛结束后,宇生结弦没有休息 继续上兵训练 说实话,我其实是不太适合继续滑的 但是我确实很想再次上兵 我真的很热爱花样滑冰 我知道我之后还要滑很久 我不光是想滑行,我还想跳起来 我非常珍视在冰面上的感觉 我也会争取一直滑下去 期待 宇生结弦梦想成真